主 順著剛剛我們聖詩的感情禱告 剛剛唱詩的感動 我們一起來敬拜主 主 我們要感謝祢 主藉著詩歌 主 讓我們能夠進入到祢敬拜的靈禮 主願祢聖靈這時候與我們同在 主 我們在祢面前一同歡樂 祢的作息 主 祢運我們 主 我們來清靜祢 祢就來清靜祢 主正是這時候 幫我們一切榮耀讚美 都歸給那做寶座的 主耶穀啊 上帝讚美祢 主啊 祢是息在今在有在的君王 主 祢是光明照耀的主 主 這裡有榮耀 這裡有依智勇 主我們讚美 主啊 我們實在是願意 這個時候 主拖起我們各樣的殘累 主快跑來跟隨祢 主 讓我們在這裡 主我們願意打開我們的耳朵 主 讓我們的心 主柔軟 主來向祢的時候 主祢的話語就在我們裡面 要做各種改變的工作 主願祢聖靈親自來祝福 今天我們在祢面的敬拜 主祢要向每一個人來說話 主祢要感動每一個人的心 主要更多的更多的來歸向祢 主我求祢幫助祢這時候 祢聖靈親自來動工 主祢來滿足每一個人內心的需要 主祢來赤福講臺 主有埋有祢自己的膏油 主讓每一個人聽著 主動得幫助 主我們三次把今天的聚會 共進羊毛在祢面前 主啊祢在這裡 祢要賞賜每一個人 多而又多的福氣 主讓我們正在祢面前 清心的主來仰慕祢的時候 主祢就特別的恩待 我們把下個時間 恭敬羊毛在祢面前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聖明 下面我們要來讀事讀信 我們一同起立 我們存在恭敬的心 我們一同同真來朗讀 請 我信上帝全人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無聖子 因聖理感運 由無聖理瑪利亞所生 在本周比拉多手下受難 被逼持之下受死埋葬 將在一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神今天坐在全人 赴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 審判國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能公知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聖得盛免 我信身體復活 我信有生 阿們 請坐 下面我們要來讀今天的經文 是雅各書五章十三節到十八節 我們翻到的時候 單數節我們請弟兄 雙數節請姊妹 最後一節我們一同同真 好來第三節弟兄請 一般中間有受苦的呢 他就該祷告 有喜樂的呢 他就該追悼 姊妹 你們中間有病的呢 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 他們可以奉主的名 用由他為他祷告 出於信心的祈禱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來 他若犯了罪 也必能赦免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 互相害窮 使你們可以得醫治 一人祈禱 所怕的力量 是他有功效的 以利亞與我們 是一樣性情的人 他肯求祷告 求不要下雨 以後三點點六個月 下在地上 我們一起來 他又祷告 也就降下雨來 避也身孫主才 願神親自祝福祂的話 下面我們要請 聖恩傳道 來講道 他所講的題目是 是祷告的力量 各位聽眾的學長 平安 平安 我們一起來祷告 請聽我們祷告的上帝 你是無所不知的神 你深知我們的心 也滲透萬事 萬事都在你運行中運作 感謝你過去 在我們遇到風浪的時候 你一直聆聽 了解我們的需要與困境 有你與我們同行 實在是幸福 從你的話語 我們清楚知道 在你沒有完成的事 你是信實的神 也是公聖公益的神 但很多時候 我們再次遇到試戀 與挑戰受苦的時候 又開始對你懷疑 信心不足 常常心懷惡意 遇到困難與挑戰 很容易抱怨 退縮指責 導致又與你關係疏離 求你赦給我們的罪 洗盡我們的誤會 賜給我們的信心 對你不變的愛 永不棄靈 很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永遠住在你的話語裡面 認識你 與你親近 學你的樣式 如今我們在你的念中 敬拜你 求你敞開我們的心門 讓你住在我們裡面 專注靈聽你的話語 時刻記住在我們的心裡面 這樣的祷告 使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明 聖明 Amen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不關祷告的力量 那這個祷告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很 都有經驗到那個 祷告的力量 你曾經有經驗過 祷告帶給你有生命的力量的請舉手 你曾經有這樣的經驗 哇 幾乎是所有人 幾乎是所有人 那最近的就是這一次的 哈哈 我們看到他 好等一下我可以來分享這一塊 那今天呢 我先從一個台大的一個教授 這個教授我非常的敬 敬愛他 那這個教授是我在 應該有一二十年前 他現在已經過世了 那他曾經就是得到一個癌症 是一個癌磨的一個教授 那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這個很 貧窮的一個家庭長大 可是他就是一路打拼 然後曾經就是 大群的時候都是跑夜市的 就是擺地攤的 所以他對那個 貧窮人特別的憐憐 特別的照顧 那你知道嗎 他從來 他以前是不信耶穌 後來他就是從這個 信仰上他得到很大的幫助 很多很大的這個力量 他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後來就是改變 他的生命完全改變 然後他在台大當導師的 然後 哇那個學生真的是滿堂 大家都喜歡上他的課 那因為我曾經聽過他的演講 我也是覺得說 哇這個教授超有能力的 這樣子 我就覺得 然後他有一次他就說 他曾經就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說他看到那個乞丐 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路上看到 欸他竟然看到那些乞丐的時候 他很憐憫他們 竟然在那個地面上 就是在那個地方就跪著 就為那些乞丐祷告 一個台大教授 跪在那個地方為人家禱告 哇這個畫面這樣感動我 然後他就又做了一個禱告 因為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經快要不行了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禱告 他說 神啊求你給我十萬個靈活 哇 這個禱告就是怎樣 很記憶我的希望 想說 因為我簡在願望過的時候 我想說 我能夠救一百個靈活 我都覺得很厲害 他就在寫 我要十萬個靈活 我想說 他的日子有多少 他接近 因為他到處有人講 所以我當然我不知道 他的那個靈活 他自己的想法是說 我要得修爾傳福音 那個意思 還是這樣 如果要十萬個 有傳福音比較簡單 可是要得十萬個靈活 可不簡單 哇 我就想說 對啊 我發現了 我都想希望說我有一百個人 我都期待這樣 但是你看 我們現在還沒有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才為這個禱告 那這個禱告是這麼的感動 那另外一個人的禱告 也是很感動的 那以前我在當地的時候 剛好是一個退休會 那這個退休會 那個牧師 他就講了一個信念 他說 他自己他是一個學建築的部分 然後他就說 他本來薪水很高 然後他就百萬的年薪 就是收入 然後沒算賤的這樣子 每一次就有多少錢這樣子 可是他就放棄他的這個高薪 然後他就怎樣說 我願意我的生命當中都要獻給神 我願意跟隨主的角中心 那些高薪我就放棄 所以他後來 他自己設立一個教會 就是只有十二個人 十二個人教會 但是如今這個教會 他說他要建立一個一萬人的教會 何等的信心 十二個人跟一萬人 我覺得說 這是何等的 你看喔 這個禱告現在正在運作當中 現在這個教會已經千人的教會 好幾千人的教會 已經慢慢要走路 建路到一萬人 我想他的登堂也很多了 慢慢的要走到這個教會 那是一個人他就是他願意擺上 所以禱告是大有力量 禱告是大有力量的 我們看到這兩個人 他們這樣的聘劇 我真的是感受在感受 感動在感受 那正在世界上雅各裡面 雅各書就提到有關這個部分 他就講到說 其實從第一章來 雅各書第一章的時候 他就來講說 你們落在百萬的事業中 都要以為大其樂 我們第一章雅各書的前例 就是在講這一塊 那這個也是呼應 他說你們中間有受苦的 其實也是在講說 你們經歷過很多的試煉 像最近正義師也經歷過很多的試煉 前一陣子車禍 然後這一陣子又有怎樣 這個 你知道嗎 我們都知道說 他初期都在有做那個什麼 通這個酸塞 就阻塞然後通過 那這個也是一個經歷經歷 所以我們都會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戰 很多很多的病痛的壓力 那就造成我們生命很大的 威脅和回期 那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經文他就會講到說 你們如果有受苦的經驗 你們就怎樣 禱告 所以當你有受苦的時候 你就禱告 我記得這醫師那時候 他要開刀的那一下 那我們一堆在外面 他就在裡面 然後我們在外面 然後我們就用麥克風 他已經在手術台 我們就用麥克風 大家為他禱告 這個畫面我倒覺得好難 然後老老師是緊張要死 緊張要死 然後在外面 他就難過的緊張在哭了 那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結果那天我就是很平安 非常的平安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很平安 然後我們就在外面 在那邊聊聊天這樣子 然後一方面守護禱告 那我知道有些人 就在房間去為他禱告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畫面 就是弟兄姊妹大家同心合一 在那個地方 為了一件事情來禱告呼求 很奇妙的本來是大概 預計是要兩個小時的 醫治的過程 可是你知道嗎 不到一個鐘頭 大概五十幾分鐘 他就結束了 就覺得說 哇 神一旦動動動動 那個神 就是神機其實就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 但那個醫生 其實不是醫生出來告訴我 也是先一個技術員出來告訴我們 哇 有老師把他哭了 聽到那個 或者就把他哭了 這應該是你們來說才 才那種感覺 沒關係 六一九號 的音樂監督會 我們有機會讓你們來說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故事 所以你知道 當你受到禱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祷告是大有力量 大的功效 那他說 你們有喜樂的 就怎樣 要趕他歌頌 站著你們 所以我們要常常感謝 不住的祷告 一直不住的感謝 那他說 我們要靠著常常喜樂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期待我們每一個人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遇到問題 遇到困難 有受苦的時候 你就在跟神呼求 你會發現喔 你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經歷神的愛 當你呼求的時候 你就會經歷神的愛 這其中 這個每一個人 我相信 遇到問題 遇到困難的時候 跟神的關係就越好 你相信嗎 唉 有些時候你沒死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跟神的關係 你就越平 因為太順了 所以說 你會覺得好像不太需要 可是當你很期望 那當你有事情的時候 抓神抓得緊緊的 緊緊抓住神 所以我平常就要緊緊抓住神 不是有事的時候才需要抓住 然後他又講到說 你們中間喔 有病的人 那其實那個 你們中間就是 無論誰 無論哪一個人 你們有病的人 其實喔 在過去 在這個亞特書裡面 講到這個病的話 他是在講說 如果你有犯罪的話 就是在講 這個病 他在講的是犯罪 或者受傷 或者是軟弱的時候 有生病的時候 你就應該請教會的長老 為什麼要請教會的長老 來 為什麼要請教會的長老 用油來抹他 為什麼 教會的長老有比較厲害嗎 全餅 全餅 好 有人說全餅 還有沒有 教會的長老 家裡才有油 是嗎 是嗎 是這樣嗎 其實 其實 一般來講 會選為教會的長老 通常都是在教會裡面 是屬靈的領導者 或者是信徒的領導者 人患者 通常是選這樣的人 來做教會的領導 然後他要督促 要管務市民這個教會 他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為什麼要請教會的長老 當然不是長老才會被人禱告 不是只有長老 應該說屬神的人 禱告都具有什麼功效 因為我們不是說 你只要是奉你耶穌屬耶穌的名 那你就有具有這個權利跟能力 聖體要將你能力在你當中 所以其實不一定只有長老 但是在這個地方講說 那這個教會 因為他們當時的情況也是 教會的長老就是比較屬於被公認 就是比較屬於屬靈的領導者 這樣子 那他跟神的關係比較好 可能這樣子 所以他在禱告的時候 比較具有什麼 很功效力 這樣 當然他的用意在這個地方 他說你們可以奉主的領導 用油來抹他 那到底是這個油有具有功效嗎 我們常常說 我記得以前我在醫院的時候 那我們有個牧師 他常常會帶著一個油 不管什麼也有 我們再次去以色列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 以色列的那個姓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有沒有膏啊 對 對 真的要打高 我有買 我有買 然後我想說 以後我就買這個 然後誰喔 這個的時候 我就要去跟那個 額頭畫十字架 就是一里七的油 這樣高能這樣子 就是可以做這個動作 我那個還在 所以我覺得用油來抹他 那其實正經上有講到 這個油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以前我們在說這個 現在很多的什麼 芳香療法 有沒有 很多都是用這個什麼 很多的精油 然後來按摩 你會發現精油按摩的時候 就有那個香氣 所以它就變成芳香療法 有沒有 現在很流行 那你會發現進去那裡 其實你會發現 光那個感覺跟味道 跟在推拿的過程當中 你就很享受這樣 被照顧 然後先不要說身體 先說心靈 就等於得到把足 因為有舒暢對不對 可是在推拿的過程當中 那個油在你身上運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全身都覺得 譬如說像我們這個肩膀 我們這個肩膀都很硬的 像球小老師看的 大概應該是肩膀都很硬 常常要面對電腦的 哇 你就發現說那個都硬梆梆 可是一推拿一定很舒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療法 油也是這種做治療的一種方法 但是也有人 我看其他的解釋 他說其實油重點不在那個油 是在說他在講清楚說這個 醫治的功效不是油本身 而是這個人有沒有這樣的信心 在做這個事情 有信心的話 那個功效會大 這樣子 那他這也講到 在聖經上也講到這個 這個我們都知道 薩貝利亞的人 那他因為也遇到一個病痛的 然後受傷的 被人家打的那個受傷的 那那個時候那個動的磁吸 然後怎樣 重要的是他用油跟酒 那酒具有什麼 消炎 然後就是讓他能夠殺菌作用 那所以他就是用油跟酒 然後倒在他的傷口 我想他以他的目的也是在說 就是做傷口的醫治的這個作用 或者是一個保護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帶到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酒店 酒店 那個叫客宅 客宅 客宅裡面被照顧 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看到這個油跟酒的那個 那個作用 那所以他這也講到說 你們禱告的時候 你要憑信心 要靠著信心來禱告 你就可以救那個病人 那因為病人本身他犯罪 病人他本身 他在講的他犯罪 他說 可是神要救他氣 然後因為他犯了罪 可是呢 罪 因為從耶穌的甜品來講 他是罪就會得到色味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 我們看到這個故事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 就是 有一個灘子 就是灘瘓 那他本身呢 就是一直都是這樣 沒有人可以幫助他 因為他犯罪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這四個好朋友 就把他抬到耶穌面前 從那個屋頂上把他放下去 那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是耶穌看到這些人的信心 然後孕育映治他 所以他說 下次你的罪色 他說 就對那個胎子說 我跟付你起來 拿你的褲子回家吧 那人就起來 立刻拿著褲子 當眾我面前就出去了 所以他就說 是因為你的信心 那他就講那個胎子的時候 他就講說 因為這個胎子是犯罪 所以他說 你的罪色 如果說這個胎子沒有說犯罪的話 耶穌會這樣講 所以你的罪色 所以他生病 這個胎子生病 他的原有是因為他犯罪 當然有很多人說 那我今天生病 是因為我犯罪了吧 不一定 不一定 有的是 有的不是 所以你要去分辨說 你到底生病的來源從哪裡來 有的是有的不是 所以有的人生病是為了要榮耀神 有沒有 我們聖基有講 你生病是為了要見證榮耀你這些神 所以每一次病 病痛 其實他都有他的背後的理由 到底是什麼 有的時候是為了病痛 然後我要見證神 所以為了 所以我不讓你說這個病 是為了見證神 那有些人是完全沒有時間休息 神就讓他生病 他就在那邊休息 為了要幫助他 讓他重新等力 所以生病有很多種 很多種 所以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小心 所以不要跟他講說 你一定是要你犯罪 你才生病 不要這樣講 就是 不要亂講這種話 這種話是不是等於說 我鬥蜀 這個不能這樣講 所以他這裡 但是他在這個 攤子這些事情 這個是犯罪 引起的 他說犯罪引起生病 但是呢 神就問他赦罪 他的病就等於死 所以這個是一個 犯罪的時候生病的過程 那我們再來看他說 如果你願意 你是因為犯罪的關係 所以你就應該要先到神面前 要認罪圍改 你們認罪圍改 你要禱告 所以我們在禱告 跟別人禱告之前 我們要先自己認罪 這是今天自己竭盡 自己跟神的關係先竭盡 然後我們再為一個人禱告 互相代道 那這樣禱告才會有功效 他說 藝人的禱告是這樣 大有明明 而且有功效的 那什麼是藝人 在這個地方 講藝人是怎樣 是沒有犯罪的 那個才是藝人 而且這個藝人他怎樣 跟隨神的角中 不是我 我要怎樣就怎樣 不是 是神 我聽神的話 所以我們禱告到 你知道成就神的心意 還算成就我的心意 來我問你 我們禱告在成就 忍的心意 還成就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所以如果禱告沒有隨便 是因為你的禱告 可能不是神的心意 如果你的禱告沒有隨便的話 是因為 你不是核無神的心意 可能不是 那神的心意 譬如說一個人 我常常在病毒當中 我常常在禱告的時候 都發現說 哎 這個明明就要死掉了 明明就要死掉了 然後很多人說 你要禱告讓他復活 你們覺得咧 我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家屬或者是所有的人 都希望他給他好起來 但是我們在醫院很久的人 都會知道說 這樣的情況必死無疑 那你知道要怎麼禱告 但是你又不知道說 我也不知道說到底神的心意會怎樣 所以通常我後來我看到這樣的人 如果有這種狀況的人 我就會這樣禱告說 神啊 以你的心意來成就 你想要成就的事 因為你不知道 到底往哪邊走 才是OK的 可是神最清楚 這個 如果他這樣走 對這個家其實是有好處的 可能神會讓他離開 不讓神的家 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現在對死亡 本來覺得沒什麼不好 真的 真的 我說我媽媽就好 我媽媽中風霸雨 我發現那八點這個是我受罪 對他來講 而且他早就跟我說 他不要這樣子救 我媽媽病痛再救回來 他病痛再救回來 總共有九次都是要死掉 又把他救回來 所以是我把他拖住 你知道嗎 但是事實上 他的生命當中 你看每天要被抽牌五十次 每天要被抽牌五次 他抽一次我就拖一次 你覺得他心痛 他肉體受苦我心痛 真的 所以現在想一想 生命 真的是神在掌權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都比較放手 神你掌權在其中 你要讓他混 要讓他死 都是有你的美意 我現在的情況比較現在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看那麼多了 然後知道說這個過程 有時候說你一救回來的時候發現 整個家庭全部都混 心理的負擔 經濟的負擔 照顧的責任 都沒人照顧 然後整個家脫毀 因為這樣子 沒有辦法去工作 所以為了他照顧那個人 然後那個人也受苦 因為他每天都沒有辦法 為自己的生命 然後來覺得生活的有價值 跟有尊嚴可能 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真的是 要看得比較快 要看得比較快 那這裡藝人的禱告 就是我們要發現 要跟神同行 與神同行 所以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真的是 按著神的心意來做事 那後面的部分 他有講到說 以利亞這個人 他說以利亞是個先知嘛 好 那很奇妙 以利亞他每次禱告 誰就怎樣 垂底禱告 他說三點半不下雨 他就沒下雨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禱告說 要下雨 因為乾旱就要下雨 那我們來看看說 這個下雨的部分是 到底是從乾旱的部分 我現在在走 就跟你講 可以到我們 後山的深屋 這是哪一個地方 有交接到兩點 好 沒關係 這個先知呢 以我來說這個故事 先知這個以利亞 他遇到乾旱 然後就求下雨 那那時候 要求下雨的時候 事實上 他就有信心 他說 看起來這個多餘的生意 已經開始想起來 可是事實上 當時的環境 他就 其實那時候是硬朗高照 然後他就覺得 嗯 雖然是這樣 我不被這個環境所左右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禱告中 很多時候我們會被環境 這個環境好像 不是那樣子 我們這禱告 就開始疑惑了 開始不相信了 開始擔憂了 開始焦慮了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是很害怕很焦慮 因為我們沒有卸下 所以是這種 可是以利亞的事 以利亞她是怎樣 她是真的有細心說 我知道神會讓她下雨 神會垂拼祷告 然後她就拼命跟那個 夫人說 欸 你去看 你去海邊去看一下 看這個狀況怎麼樣 那這個夫人就上去喔 看海邊 他說沒有怎樣 沒有沒有 跑六次喔 然後以利亞就說 你再去 第七次 第七次 欸 這樣來回六次 其實我們都說 跑兩次 跑三次 我就再再見 就覺得說 沒希望 祷告沒希望 可是等一下 以利亞就持續不斷的 一直繼續 一直繼續祷告 一直繼續祷告 所以祷告不能回心 在這個地方 所以她又再去看喔 那我們看喔 那她又 她這時候就看見 欸 有一個 一朵小小的雲彩 從這個海裡面這樣 冒出來這樣子 就像人手那麼大喔 所以是小小的 欸 她就體驗到了喔 這時候 她就跟這個雅哈王講說 你去跟那個雅哈王講說 你去坐 坐在車子裡面 因為要下雨的 不要下雨 所以你會不要去 不要 因為要下雨 所以你會得坐到車子裡面去喔 然後免得被雨淋到喔 這樣子 她能到夜深夜去喔 讓那個城去 好 這時候 撒那時間喔 你看 這個以利亞求雨 雨就下來了喔 所以雅哈王她就怎樣 就坐車到夜深夜去喔 這就是一個信心的禱告 就是 以利亞她做信心的禱告 所以我們 我們常常都說 我們要以利亞的信心 我們要亞伯拉罕的信心 這都是 都是信心的禱告喔 你看 亞伯拉罕那時候也是 能看那個 以利亞的禱告 匯華